各位大現場 我們接近邀請到立委蘇清全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大家好 蘇俊全跟大家問好 是 我們謝謝委員 委員今天我們要來特別談到的 就是有關於保齡茶室的米酵菌酸案 當然現在昨天衛福部 有檢驗了35項保齡茶室的 這一些調味料 都沒有驗出米酵菌酸 因此源頭還在追 可是呢 這個時候就有疫調專家 何美香跳出來說 這一次的毒素 可能是來自大陸 然後台灣基金吳欣在幫腔 請大家多注意對岸的善意 所以食安的部分 也要來搞抗中保台 我覺得每一次碰到問題就甩鍋 然後推給其他的國家 推給中國大陸 什麼莫山鼻克 米酵菌酸 這個都是胡說八道 怎麼說呢 這個是一個 霍克 霍爾加菌族裡面的一兩株絮菌 產生的外毒素 所以剛剛衛福部長也講了 這個毒素不會飄揚過海跑到台灣來 一定是這裡的絮菌自己發酵 自己產生的外毒素 所以不要事事亂甩鍋 查清楚 而且現在也不曉得 到底是這個毒素引起 還是調味料 還是添加物產生 因為他那些添加物 還有調味品 是自己調的 然後放在室溫兩三天 原來的廚師是出國 他的徒弟來做 所以現在要先釐清清楚 而且做檢體都檢測不到 所以釐清清楚 再來甩鍋 所以等於說現在還沒有釐清清楚 然後就把這個源頭都搞像好像是對岸 從西布特羅 蘇丹宏 然後再到這一次的整個的米酵菌酸 都得要推到對岸嗎 那醫師沈正南也特別點出 其實現在對於米酵菌酸 最有研究的應該是大陸 是不是應該要借進大陸的經驗 但他也口嘆 哎呀 現在兩岸關係 這樣到底要怎麼借進 他講的實話 那中國大陸好像三四年前在黑龍江那邊 有發生一件蠻大的 那他們是蠻有經驗 那所以去那邊跟他們交流交流 然後研究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他們的經驗比我們豐富 那所以這兩岸的關係那麼差 也可以靠民間的來接洽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不太可能 讓我們的衛福部 去瞭解一下到底大陸怎麼樣去防治 這個米酵菌酸 事實上大陸跟臺灣的民間的學會 譬如像海醫會都有在聯繫 跟我們臺灣華夏醫師協會 跟那個浴室前內的都有在聯繫 事實上可以藉著這個管道 請他們來幫忙也可以 對 但是委員你怎麼看這一整個事件 就是發展到現在 米酵菌酸的源頭還是揪不出來 當然想說是果粉的問題嗎 還是說醬料的問題 可是醬料怎麼驗出來 也都是沒有米酵菌酸 當然有的是已經用完了 所以現在新的查不到 但是還沒有釐清清楚之前 我想大家保持冷靜 這個東西該冷藏要冷藏 該冷凍的要冷凍 該丟去就丟去 不要放在室溫 因為室溫很容易矽靜滋漲 現在出這個問題 搞不好再過幾天 又有一個矽靜的外毒素又來了 所以大家做餐廳的居家的 都要很小心 天氣越炎熱 這個倒是真的 呼籲大家要隨時保持完美的緊節性 是 而且委員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臺灣的食安的風暴 這個樣態越來越多元 越來越廣 因為這次米酵菌酸 是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案件 然後碰到之後才發現 原來衛福部連在食安上面 檢驗米酵菌酸是並沒有列進去的 甚至連標準品都沒有 然後吳秀梅那時候說 張基有提供這個標準品 他都快哭了 但這背後是不是也映照著 其實政府都沒有超前部署 這個他張基的標準品是一個 就是要來比照他的吸光值 就HPLC或者是晶瑩不用G-Max等等 那臺灣就有張基有進 因為他們做好幾個實驗室有在做 那今天台北東總的東西 好像一兩天會進來 那這個很諷刺 但是我們的衛福部 我們食藥署 你要多被其他有可能發生 或者是國外已經發生過的 一些食安的問題 種族的事情 都要超前去研究 把那些備品 標準品 都要採購進來 那種錢是不能省的 而且這樣層似不窮 不知道下一個要報什麼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所以等於說這一次看得出來 就 因為大家才突然發現 怎麼會沒有米酵菌酸的這個檢驗在 我再次呼籲 不要碰到事情就甩鍋給別人 我們自己的研頭查好 我們自己是菌內產生的 是不是自己保存不好續菌 產生的誇效 產生的外毒素等等 這個才正途 不要碰到任何事 就乾脆日本也甩 韓國也甩 中國大家也甩 這是要不得的行為 上 對的人說就是 人民還是要一個實案的真相 釐清源頭是最重要的 是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的 忙碰時間 謝謝委員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叫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 增強行動力 跟圍棋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要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那是非常有狂的 超級別的 最好 是一堆 一堆 是一堆 為何 擁有 是一堆 都是一堆 大陸 明天